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是法国二战后研发的第四代零栖舰 可以当作多国部队联合作战指挥舰或医院船 承担空中兵力投诉 后勤保障 人道救援等任务 截至目前 法国海军已有三艘西北风级服役 分别是西北风号 雷电号和尼克斯莫尔号 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外形设计流畅 线条过度自扰 西北风级吃水6.2米 水面上的舰体部分高达64.3米 比法国建筑侃旋门还要高出十几米 舰长199米 舰宽32米 满载排水量2.15万吨 采用了双层船壳构造 以增强抗战所能力 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发应用舰艇隐身技术的国家 法国人在西北风级的隐身性能上也下了不少功夫 该舰表面不知简洁 很少有突出物 部分结构刻意采用能吸收雷达波的复合材料 有效降低了整体雷达反射截面机 与红外信号 对于两栖攻击舰而言 最核心的是其搭载能力 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拥有一个面积5200平方米的 长方形全通式飞行甲板 面积大约相当于12个篮球场 可同时起降6架直升机 飞行甲板下是面积1800平方米的直升机库 可停放16架NH90或试直升机 舰上设有面积1000平方米的车辆库 可装载60辆装甲车或12辆勒克莱尔主战坦克 舰体后部有大型物舱 用于装载两艘LCAC大型气垫登陆体 或4艘LCM通用登陆体 西北风级是现阶段法国海军 两栖作战与远洋投送的主力 这款综合性能先进的 多功能两栖攻击舰 有许多经典的运用 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两栖攻击舰 主要的作战用途就是登岛登陆作战 兵力的投送 因为一般的说这种两栖攻击舰 在使用的过程中 第一是装载 就是从自己的母港装载人员 还有这些装备上舰 然后就航渡 就是船要走起来 那你这个万吨级的大船在海上 这个自持力还有抗风浪性都是很好的 所以这个没问题 那么第三点就是它的登岛登陆作战 我们指的是呢 就是你要真正进行这种两栖作战的时候 你的使用 那打开物舱之后 对吧 这些气垫船 还有这些两栖的装甲车就可以下去了 那直升机呢 同时也可以我们叫垂直投送 对吧 从空中把这些装备人员运出去 但是在后续的使用里面 它的这个用途就越来越广 比如说它可以作为这个特种部队的 一个海外的长期的作战基地 包括可以作为北约级别的 这个舰队的一个海上的旗舰 因为我们说它内部的空间相对要广 而且多用途化做得很好 那么还有呢 就是它作为一个人道主义支援的这么一个核心 因为它这个设计 你比如说法国人 它是为了考虑去一些比较复杂的区域 尤其是比如港口的设施已经被毁了 所以它是有这个专门的这个全项推进的测推系统 后来我在上船上跟法国人交流 他说他们去比如像索马里 包括像阿尔及利亚的很多港口 条件太差 那么这个时候呢 法国人就要考虑由自己的船来调整我 去迎合这些码头上面的相关那些比较差的设施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预先做了一些准备 除此之外呢 就像刚才两位老师提到的 西北风级两极攻击舰 有很大的这种指挥 或者是编队的指挥能力 那么在海上的这种联合的反潜行动的过程当中 它也可以作为一个反潜的指挥舰 那么利用强大的数据的联通能力 指挥整个编队 包括舰载的直升机 针对广阔的海域进行反潜的搜索 所以它不仅是一个两栖的兵力投送平台 是一个海上的人道主义救援平台 其实它也肩负着这种两栖突击 甚至包括反潜作战的一些 但是 skies盖那个 công于随后 不知道时你也不出予认 老师 我们下这种决筹 如果然后点个药 还有 我们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在远程投送兵力的过程当中 可能数百人要在舰上是衣食住行 都要由这个平台进行保障 那么这对于军舰来讲难不难呢 其实不难 因为西北风它是一个两栖攻击舰 两栖攻击舰上面有贯穿性的甲板 是供直升机起驾用的 因为你要投送兵力 投送装备 所以要有贯穿性的甲板 其次底下有物舱 这是它和航空母舰最大的区别 那么它实际上里面有很大的冷库 是放这些蔬菜啊 肉类啊 这些东西 还有包括粮食 当然它粮食都是洗过的 直接可以就用的 比如大米啊 面啊 这些都是可以直接用的 所以它既然有这么多的储备 出去之后 它当然就可以维持这么多的人员的 这些生活水平 当然这个你中间到其他军港靠国的时候 还可以补充这个淡水啊 还有其他的这些燃料啊 还有蔬菜啊 如果没有补充 那它起码自持的航行力 燃油是够的 对 它当然设计呢 就是最多塞到900人 然后可以维持450的 这个期间比较长的在船上去铸手 比如说我上船参观过 然后我跟他的船上员去交流过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觉得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 第一是吃 那么它呢 是在船上预留了很多的这个方舱 包括一些这个多余的 这些包括餐厅的一些相关设备啊 包括一些这个我们说做饭用的相关的灶台啊 这些 它都是预留了多余数量 那么平时一般是放在 比如车辆甲板或者其他一些区域 车辆甲板提前有画有这个具体的位置 那么需要的时候 我就把在这些位置把它展开 还有一点就是 法国人比较有意思 法国人说上厕所是个问题 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船上有那个 巨大的一个绿色的方舱 我说这是什么指挥舱啊 法国人说不是 法国人说这是厕所 然后最后他说是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法界经常要执行一些那种 就是我们人道主义救援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说他有这个方舱呢 他可以放到岸上 去让这些老百姓 受灾老百姓去 有一个干净的厕所用 那么这个相关的系统呢 平时实际上在船上的任务是什么 就是如果你的海军人员足够多的话 那么要单独去展开这个更大的 这些卫生间啊 这些保证不要出现疫病 这些区域实际上 法国人把它的这个多功能性 做得很好 都是预先做好准备 画有一些相关的标识 包括相关一些装备的固定点 都提前做好 这些能看得出来 它的细节做的是比较细 从西北风级对于空间的巧妙设计 和合理利用可以看出 法国在设计上大胆创新 并懂得用较少的投入 产出高楼的回报 西北风级采用民用标准建造舰铁 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 采用民用标准建造军用舰铁 也是现在许多国家 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 通常适用于辅助舰船 以及两栖舰铁等 并不适用于所有军用舰铁 在武器装备造价 越来越昂贵的今天 这种办法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经费紧张的问题 大多数国家的两栖攻击舰 与轻型航母的任务角色 具有高度重移性 但西北风级造价 仅为大型航母的十分之一 性价比极高 是典型的省前型舰铁 其实他这个法国人 他要考虑到这个承受性 因为这个军事装备 比如说两栖作战 它并不是一个高强度的 这种执行起来的这种任务 比如说你驱逐舰 护卫舰经常出去的时候 这个频率是非常高的 而你作为两栖作战 就是把自己的兵力 向另外一个地区投送的时候 这种任务并不是很繁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的这个造价成本很高 而使用的效率 或者使用的时间很少的话 那这个对于他这个经费的使用 那可以说是得不上失的 所以他上面大量的采用民传的设计 你比如说他的这个里边的隔舱 绝对没有像这个航空母舰 或者是像这个驱逐舰里边的隔舱这么多 那你这个成本就低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 倒是一种军民是无可的产品啊 由于他并不是去冲锋陷阵 或者说去直接交战 而是相对而言 在一个比较靠后 比较安全的位置 去进行这种兵力的投送 所以说融入一些民用的设计 包括一些这种民用的这种造船的 这样一个体系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省钱的思路 省钱的办法 它的弊端或者是它的优势在哪里 法国人管它叫一半军舰 一半民船嘛 民船这一半在高频率的 哪怕是低烈度冲突 或者说是什么人道主义救援 就这些高频率的任务 高强度的任务连续运作之中 出了很多的问题 因为法国人在90年代的时候觉得 我的欧洲的民用标准已经很高了 我拿来军用其实也OK 但是真正开始使用的时候 尤其是到一些恶劣的条件下 比如像在非洲的一些港口 比较条件比较差的情况 法国人发现就是民船标准 确实还是不够强 军船标准都可能有问题 民船这些标准就出的问题就很多了 那么导致它的日常的维护成本 包括它的一些返修 这些都有一个明显的提高 那么这个省钱 虽然大钱可能省了 但是小钱花的还是不少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法国人摸索 不能说是完全成功 所以这些经验可能之后 会对法国军舰的建造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促进作用 采用全电推进是西北风的一大特色 它简化了总体结构 提高了动力系统可靠性 推进电机总功率20.8兆 以15节速度航行时 续航力可达1.1万海里 舰上四台柴油发电机组的 大修间隔时间长达1.2万小时 而检修时间只需36小时 并可在航行中进行 那么谢谢大家 像这个核潜艇它可以造 包括这种神盾的这种护卫舰它也可以造 其实我们看它的造船能力或者造舰能力 其实并不弱 为什么说当年俄罗斯竟然想 从法国采购西北风级两极攻击舰 甚至还想要买它的设计 包括部分的专利呢 因为这个西北风的这样的两极攻击舰 是比较大的吨位的 那符合俄罗斯的需要 而俄罗斯当时呢 它还真见不了这样的 首先你建这么大的船 它需要一个非常大的船物 还有呢 这里面毕竟有大量的技术 因为你是要往里面开坦克的 是要往上面落直升机的 而且要大量的直升机 要在上面起降 还有它的相关的这些武器装备 但因为它有自身防御这些武器装备 所以它也是在比较了之后 哪些国家能够建造这样的装备 然后能够满足我俄罗斯的军事上的需求 它才看中了法国的西北风 就是它的排水量 它的这种能力 以及它的价格 受到种种因素的一个制约 最终是俄罗斯没有拿到西北风 及两栖攻击舰 但是现在国际社会对于这款战舰 还是非常关注的 那么从目前的国际防务市场来看 它未来的这种竞争力究竟如何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外销可能呢 可能性不太大了 因为我们讲欧洲的很多国家 包括像中东的一些国家 现在买两栖攻击舰 实际上它是要买一个 说白了小号的航母 那么搭配像F35B 那么这样的话 我来获得这个固定翼飞机的起降能力 但是法国人搞西北风的时候 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西北风是一个真正的两栖攻击舰 那么只有那些说真正有很重要的 这个登陆作战需要 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它才需要这样一款真正的 设计很细节很多 很科学的两栖攻击舰 那么一般的我们讲小国 没有这方面的要求 我记得当年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是访问过俄罗斯的 俄罗斯军队还出动了卡5-2武装直升机 在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甲板上 进行了这种测试的起飞和降落 但是最终这个交易并没有达成 而俄制武装直升机 和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那张合影 也成为了一个绝版 基于联合作战的理念 西北风级曾提出一种 加长型的设计方案 提供更大的内部空间 来装载更多的部队 或提供更大的甲板空间 来运载装甲车辆 以适应更严峻的两栖作战 那么未来两栖攻击舰的发展 将录向一方 因为我们讲 作战才是武器装备发展的牵引 就是你武器装备发展 一定是根据未来打什么样的仗 有什么的需求 你才发展武器装备 那我们看 现在的这种两栖攻击舰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第一 吨位更大 接近航母 就是四五万吨级 那你看看 它的这个体量这么大 再一个呢 它上面可以起降 固定翼的这种作战飞机 比如说F35B 美国海军陆战队 现在就用它 可以在 比如说美国级的 这样的两栖攻击舰上 可以起降 那过去 你只能起降直升机 但现在 我为了加强火力支援 我可以上面起降这种 就是战机 而且还是隐身的 所以你看 这是一个发展的方向 所以我觉得 未来发展 它的特性不会变 但是可能主要在 吨位啊 就是变化 还有就是 它的这种信息化的程度 以及搭载的武器装备上 比如说更强的 这种武器装备啊 使它能够 有更强的防卫能力啊 防空能力啊 包括对登陆的时候 支援的能力 我想这些是它的 这个趋势 那么除了刚才 曹老师提到的 这种大型化和航母化 那么未来 在两栖攻击舰 这个平台上 我们还会看到 哪些新思路 新设计 甚至包括一些新技术呢 我们讲 首先肯定是无人系统 那么会越来越多 包括无人艇啊 甚至像无人半舰船 包括上面的无人机 那么这些可能会 极大的提升 现有的这个 两栖攻击舰设计的 可靠性 一般的国家 我们说它很难装备 四五万吨的 这种超级的两栖攻击舰 对它来讲太大了 它可能还是两万吨 到三万吨 可能到头了 这个时候 它要强调 这一艘不大的船 它要有足够的 多用途作战能力 那么这个时候呢 很有可能通过 跟无人系统的一个结合 把人员降下去 这样把它的这个 可以一次维持的 一些相关的装备的数量啊 包括它的人员啊 去进行一个 更合理的优化 能够保证 舰内有效的这种 有限的空间 得到了一个 更有效的使用 那么另外呢 就是很多国家 现在提到就是 是不是可以 参考半潜设计 因为美国人 现在不是有这个 海上的机动平台 他们它是半潜船 那么两栖攻击舰呢 从转运啊 这些相关的角度来讲 是不是也可以 考虑半潜设计 那么我们说 整个的两栖登陆的行动 应该来讲 它也是一个 不断地在发展的行动 也就是说 未来两栖攻击舰 还有很大的 这样的一个运用空间 它会根据战场 环境的变化 或者说不同的 这个任务需求 去完善自己的设计 让自己有效地 适应21世纪的战场 在现代海军的 大型主战平台中 两栖攻击舰 是名副其实的 远海作战多面少 不仅可以运送 登陆登岛兵力 还可以执行 反潜 编队指挥 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 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服役以来 参与了大量军事行动 和维和任务 它是法国世界级水面舰船 研发制造能力的标志之一 未来仍将在两栖作战中 继续发挥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